Read 即是理性 而這個Count 也是 將人類的理性 根源 他就覺得 我們想這些 想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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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都在一個框框之下想 而那些框框是人一生出來已經有 這就是Count 最主要的思想 但是Count 的想法 只是相對於以前的 泛神主義 即是那個神 很大的權力 那時候 那些思想體系 就作出一些批評 他就覺得 不是 以前就在想這些東西怎麼來的 從神那裡來 我們為何有身體 為何有思想 感情 全部都是神的 那麼Count 那裡不是 有些人 人自己固有 生出來已經有了 那麼他也都用了一部分 Count 那個思想 那麼 跟著又有一部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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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noza 之後 我再講了 就有一個... 1977 年 這個 Dialogue 這個就是... 一個 Interview 就是有個人去 Interview 就是有個人去 Interview 然後呢 你看看第十四部 那他呢 Francis Bacon 我不知道大家 Francis Bacon 就是一個畫家 他畫一些畫 就... 很喜歡畫那些人 有很多線條 就是用一些... 就不是一個 Realistic 就是不是一個現實派的畫家 他呢 就只是透過他的畫 去表達了某一種的情緒 這個... 而這個 Dialogue 也都有很細心 去... 去... 分析... 這個... Francis Bacon 那些畫 但是他呢 但是... 很多人都以為 哦... 你講藝術而已 你講什麼 什麼關係呢 其實他最主要呢 他就是想透過這種... Practice 去指出... 一種... 他認為... 應該... 進行的哲學活動 那他基本上呢 他講這個... Francis Bacon 他就是去解釋 我們人的感覺 如何得來 那麼他也都在... 研究了Francis Bacon 那些畫之中呢 也都得到某一種的... insight 那麼他也都將這種... 堅實的... 就放在他自己的哲學系統那裡 那到... 跟著了... 你看... 第十五部... 電影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的... 他的... 知識範圍呢 是非常之廣的 他可能跟一般那些歐美的哲學家... 那他寫了兩部... 一部呢... 就講... Movement of Image 第二部呢... 就... Time Image 那這些其實他是想... 就是解釋... 我們人的感覺... 我們人的認知... 和這個... 人的活動... 我們的知覺... 有什麼關係... 那麼... 那... 表面上看上... 哇... 寫電影... 其實他也都是同樣... 也是透過... 一種... practice... 就是透過... 一種分析... 電影... 某一種... 的... 獨特的... 特徵... 去... 解釋... 我們人... 怎樣去... 了解現實... 那麼... 最後這部呢... 八六年... Full Code Full Code... 那時候已經... Full Code... 八三年... 死了... 那麼... 他呢... 就跟Full Code... 很老友的... 那麼... 當... Full Code... 死了之後... 他呢... 就... 寫回一些... 關於Full Code... 的... 思想... 作為... 一種... 紀念也好... 一種... 認同也好... 那麼... 所以... Full Code... 一部份... 那些... 思想... 他也... 都是... 加入了... 自己的思想體系... 那裡... 所以... 純粹我們看看... 那個... Bibliography... 那裡... 已經知道... 他這個人... 他是非常之薄薄的... 所以... 由於... 如此薄薄... 所以... 他能夠... 他... 訂立了... 一個... 非常之... 獨特的... 就是哲學... 不可以... 不可以說系統... 因為他很討厭系統... 這個是... 終身呢... 就是...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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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最後... 就是... 一部... 第十八部... Libniz and the Baroque... 這個... Baroque... 就是...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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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藝復興之後... 某一個... 年代... 的... 巴洛克... 我們叫做... 一般... 那裡... 就... 很多... 有些... 平衡... 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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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 這也... 跟... 這個... 這個... De Luthers... 他的思想... 非常之... 密切的關係 因為... 剛才... 大家都看到... 有一部書... 就是... 《Repetition and Difference》 那這個... 那是... 這個... 在巴洛克時代 人們很喜歡把東西很平衡 有上有下 有前有後 有快有慢 有個主調 有些不同 他研究巴洛克時代的藝術 特別是建築 他透過分析巴洛克時代的建築藝術 而得到某一些哲學的印象 他亦用在他自己對於關於人們 如何看待現實 真實 真理 諸如此類的問題 融入自己的思想體系 不要說是體系 即是思想範圍之內 最後的第十九部 就是另一位 一個法國不太出名的哲學家 他看回哲學的哲學 第二十部 他自從寫了第一部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之後 突然間 由一個直直無名的 自己讀書的人 突然間 在法國的思想界 就像是一種很大的震撼 之後成為名人 很多人經常訪問他 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 他在這部書上 就是一些比較平常的方式 表達了對很多事情的看法 《Pretique and Clinique》 這也是一部份的雜文 後來被人們組織在一起 就成為了這一部 但第二十二部 就比較重點 因為他這部 可以說 他總結了自己的生活 去任何人 都合理 請 他的老闆 太人 這扇動